開始了 來 安寫 好 你會剪接嗎 對 哈哈哈 關於說這個仿生系統在 實際上的農業運用上 資本是個大問題 因為確實要方便使用 那才有意義 所以仿生學本身它意義就是說 更簡單更便宜的材料 更普通的材料 有更好效果 所以我們這個系統用的方法 也是用原本我們常見的材料 都不貴很便宜的東西 去拼裝起來湊出來一個 利用一些自然的運作以及概念 然後做出一個很順暢的系統 它的建設成本在農業的設備上 非常的低 它說起來只有便宜溫室的 二分之一的價格 同樣面積的話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做設施農業的話 有機生產的話 我們原本的溫室的成本 只要再加上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再加上這個系統 而這個系統下去以後呢 我們可以節省很多的人力 最少減少了一個人的人力 每個月減少一個人的人力啊 然後資材材料更省 不用農藥 省很多錢 省下水 省下能源 省下很多心力 最重要的是在溫室裡面 做耕作的話 有機耕作的話 甚至不只是有機也是啦 很容易遭遇到 病蟲害的清洗全軍覆沒 這一次的損失就是幾個月的損失 所以用了這套系統以後呢 除了一開始就可以節省了更多資源 過程中也節省資源 也可以避免發生這種失敗的結果 所以說起來是非常節省的 以農業來講的話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關於小農的問題的話 工業化問題 我們剛才在論壇中也有提到 除了生產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分配的問題 對 我們認為這個自然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幸福 農業是回到幸福的 所以才那麼多人 退休以後 最想要的就是農業 因為它真正的回到屬於它的自然 可以信任 對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系統仿生的 也必須模仿它的整個 概念跟運作 對 所以說 我們認為 大家要團結 所以我們可以採取一種模式 就是合作的模式 由這個 因為我們公司擁有這個專利權 我們公司也 我們父親也是 以農業的整體 以及所有人的幸福 為第一考量 所以我們公司會成立 一個類似像 社會企業的模式 保證 讓大家團結起來 共同來謀取 共同合作 來謀取最大的幸福 舉例來講 就像說那個 Zespri 奇異國一樣 他們是所有全國性的 奇異國的農民 全部團結起來 打造一個品牌 行銷世界 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很好 我們台灣 對 有這個機會 我們有這個系統 作為機會 那就讓所有 可以參加這個系統的人 都必須要接受 團結 這個概念 我們一起來做 如果說 要用這個 你一動為動 大家來互相競爭 這個我們有專利在保護者 我們也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對 所以這個就是幸福經濟 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而且是給所有人的幸福 這個的來源 這個仿生農業的來源 能量來源 我們剛才提到 什麼都很省 對 甚至它最重要的電源 也是用太陽能 就可以足以供應了 所以說 這是一個 你不用依 可以像一個植物一樣 你有這個系統 你可以像植物一樣 有太陽 有光 有水 都不多 但它就會生產出高價值的東西來 你就可以過了 可以養家活口 對 生存準備好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 讓家庭更美好 研究藝術 更多的設計 很多人說 半差半農 但這個半農的部分 這個農是生存的基礎 以農為穩定了以後 你再去發展任何的事業 你都可以順著你的心去做 對 不用等到退休 才要回到農業 一開始 你就可以追求你的生命 對 那就是這套仿生系統 跟仿生學 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 可以請問一下 溫室的投資 一個溫室大概是多少 一個溫室 一分利便宜一點的話 大概是90萬 對 當然你要做到那種 植物工廠 高級的那種 兩方面是那個 百萬到千萬 對 所以說我們講 是用簡單的系統 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們未來 也會優先說 整套系統 我們接下來會跟 像一些老師 合作 來開發出一個 最適合台灣 最輕鬆的生產 對 像國民房車 那種意思一樣 對 我們不用 不一定每個人都要開 Posh 但我們可以開出一個 台灣人 最適合環境的 那種模式 那你先說 90萬 是一分地 你看這個溫室 是包括了 您剛剛說的 當然不會 你講的是溫室 那如果再加上 再加上去的話 大概就 50%大概就是在 45萬左右 對 當然這個系統 如果有 更多的投資 甚至政府的支持的話 那這會是一個 讓所有人 都不用負擔 而且只要這一點錢 確保 可以保證的 創造就業 那個人就能夠自力更生 荒廢的土地 對不對 失業的人口 兩個一合起來 有陽光 他就 活得很開心 請問他 維修費用是怎麼樣 維修費用其實 不貴 他很耐用 一年 一年其實不過就是 一兩千塊 自己來維修 因為很簡單 他破壞了 他壞了 你就把他自己 可以組裝 自己裝回去 他就好了 對 其實很輕鬆 對 他已經克服了這個 維修的問題 對 所以他也沒有 零件要換 他不太有零件要換 對 他唯一地下的部分 就是我們講的 動脈血管的部分 維修管的部分 對 唯一可能損壞是那裡 但那裡也不容易損壞 那他可以很容易地知道 在哪裡壞了嗎 他壞了的時候 你會看到衝出一個洞來 因為他的壓力很大 他會這樣 噗 所以他還告訴你說 我這裡壞了 你趕快來修理 對 好 那現在台灣有多少人 已經在做 這個是很先進的技術 目前台灣我們的 有實驗的農場 一共有 十幾個吧 所以總共大概有 四五十個人 在做相關的 等於說 在我們合作的實驗部分 請問他們有拿到有機認證嗎 這個有機認證去申請就有了 對 因為這是設備 這是系統 你只要去申請 他就可以拿到有機認證 因為這完全沒有農藥 沒有化肥 對 比有機更有機 對 所以還沒有拿一個農友 用這個系統拿到 可以去參觀的 可以讓別人去參觀 對 我們目前就是以屏東 那是科技園區 這個 做為標準的示範場 但是我們 參觀的部分 你還要得說 因為那裡是實驗場 對 所以說如果要參觀的話 可能要跟我們公司 公關 我們的部門來聯絡 我們會定期舉辦 一些參訪的行程 對 好的 謝謝你 謝謝 謝謝